大家好,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常用数据抽象层 而这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个封装类,叫做我们的分页 好,下面我们开始 在实际项目中 一般我们只要有列表展示的地方 就会有分页 分页在web表表中也是最常见的一种需求 如果不把一些通用的功能封装好 每次我们做不同的项目就要重复造轮子 费时费力,维护起来也很麻烦 我们一起来了解分页的工作层次和方法 分页的工作层次 一个是分为一个UI的展示 另外一个是逻辑,对吧 而UI的展示 无非就是展示首页 尾页,上一页,下一页 页号,以及我们的这个文本框输入页号 还有总共多少条数 总共多少页,当前页等这些信息 而我们的逻辑 主要是提供分页的这个算法 根据分页空间的属性 在运行的时候生成分页用的色口语句 好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个分页风 已经风招好的一个分页类的这个一个圆码 来我们看一下码 首先 上面的这个注释 我们就不说 是一个类名 然后是它的属性 第一个属性 first row 其实行数 list row 每页行数 总页数 total page 总行数 total rows 当前页 now page 然后这个method 是表示用来处理这个方法 是Ajx分页 还是说是Hgma分页 然后parameter是一些参数 分页用的参数名 就是page name 我们的这个属性 而如果用Ajx翻页的话 它这个Ajx函数 这个名称是什么 就相当于我们生成这个翻页 类表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Ajx函数 来调用这个页数 那这个Ajx方式内 就是这个Ajx函数 然后分页片音量 就是每 每次偏移多少 要页面的URL 首先我们看 这是一个 购导函数 购导函数里面 我们就对一些 属性进行出售化 根据团件的这个参数 对吧 当然也有一些 各数的 有些参数的大小的限制 而我们这个total page 就是根据我们这个 传进来的这个total rows 除以我们这个每页展示的条数 对吧 还有我们这个now page 就当前页 根据这个参数 如果传入这个参数的话 我们就用出售化的参数 不然的话我们就从这个get参数里面获取 好 然后我们看 第二个函数是coach当前的列阶 也就是生成当前的列阶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它是个 它的mess这个属性 是个jx 我们可以看 它这里unclick的时候 它的函数就是我们的这个jx方式内 然后传进来我们这个页数 以及我们这个要展示的这个文案 对吧 生成一个a标签 而如果我们是html的话 它就会生成这个固定的这个url 好 我们首先看下面的函数 这个函数是设置当前页面连接 这是从地址栏里面 获取我们的这个request url 然后解析这个url 看它是不是有current的话 就重新构造这个函数 构造这些阐数 然后再做一个列阶 就通过and的符号来列阶 然后返回给我们当前的url 好 这个是得到我们 根据我们这个 参数 这个配置参数 来生成这个url地址 你看 它返回的是 当前的url 这个url里面包含一些参数 因为我们刚刚看了这个seturl 对吧 包括在或者参数之后 后面再跟上我们的这个页面 分页的这个参数 等于多少页 好 我们看第一页 这里有个判断 如果当前页数大于5的时候 它才显示这个 这一页 不然它就反而为空 而最后一页 也是一样 它有个范围的限制 它才展示最后一页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的上一页 跟下一页 只要当前页数不为一 它就可以展示上一页 只要当前页数 不是 不是最后一页 它就可以展示下一页 对吧 好 我们紧接着 这里就有个分页样式的输出 这个分页样式很简单 就是一个类名 好 我们解冻一下看 它受益 受益 就是几种样式而已 来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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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种样式 对吧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调用 我们的HML分页 我们把Mass处理 设置为HML 对吧 那我们在生成这个科学链接的时候 它就 它就直接展示了这个URL地址 看 我们这里 有个伪静态的这个参数 参数为 注意这个问号的位置 会自动替换成 某个页面 NowPage是当前页 那我们NowPage是 这个getP 就是翻页的参数 对吧 好 我们的参数 是这些 好 每页展示10条 总条数100条 这里有个 手艺 来 我们下面有个Aject的示例 我们把这个写给租掉 我们来执行 来调试一下 好吧 我们看看输出了什么 看到没有 它已经输出来了 我们想要的这个列结地址 那NowPage当前页是第一页 然后后面是 2,3,4,4,5,6,7 然后这个已经替换好了 对吧 然后下一页就是当前页第一页 下一页就第二页 然后最后一页10页 总共100条 每页10条 那总共10页 这是生成的这个静态的HTML 这个列线 这个翻页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GX 然后我们把这个注释打开 好 我们执行 可以看到 这上面的有点类似 只是我们这个A标签的列结地址 你看 这个HRF属性 是没有效果的 但是我们按click的时候 有个go to page 对吧 但是这里有点问题 最后一页为期 我们看一下我传选的参数 TotalRose100 然后Method是Agex Agex函数 叫做go to page no page 当前为第一页 好 我们默认 这个每页的ListRose是多少 因为它最大页数 它是7 那估计 我记得是有个15的 那个 这里 你看 每页展现条数 如果传进来了 就用传进来的值 如果传进来的值 少于100的话 对吧 不然的话 默认就用15 所以 我们在这里 每页展示15条 总条数100条 那么 7页刚好可以展示完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封装好的 这个分眼函数 在我们实际上 直接拿来使用就行了 好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的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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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实际上